大家好,很久不見了 是不是很想念我? 有沒有想念我? 我真的走開了很久,因為太忙了 這樣呢?這樣呢? 有人發訊息給我,叫我更新 我就淺淺地記錄我的生活 近來我也有到處供的 到處去體驗一下生活 揹著背包就到處走 這次就去了吉隆坡 體驗了這個樂日飛車 坐了一個多小時 出關都很順利的 交通都OK,搭Grab 大家記得下載APP 來到,我給我的印象都是不錯的 到處都是食物 都很開心 自由行沒有得頂 對了,跟大家說回 真的說一聲 我這個絕對不是什麼教程 教你怎麼搭車 不是的 我真的純粹 隨意地記錄一下自己的生活 看到什麼就拍什麼 這次我就搭了日樂飛車 究竟是什麼? 其實就適合一些比較快閃 在這個城市裡兩三天 就不太空到處走 我就趁下飛機 就直接來到我住酒店附近 就是有樂日飛車搭的 因為我住市中心 就是這裡,現在這裡,這裡 這樣就事先在網上買了飛機 我就來剛才那間店裡 拿了一張飛機 晚上就搭現在這個 這個粉紅色這個 大概是7點40分 就有排隊可以上車了 我就坐5號車了 時間還沒到 就回酒店 這個是比較出名的 單軌列車 還是什麼? 忘記了 自己上網搜尋 就肚餓了 我就來吃點東西 在金河廣場旁邊 就有這個地下的食肆 有些東南亞各樣的食品 說到一塊塊 大家看影片 因為這兩天我都住市中心 可以說這裡由早上 下午夜晚 凌晨 都是很熱鬧很多人 至於治安 都是OK的 大家無論是一個人 或者同朋友來 注意一點身邊周圍的東西 就OK的了 好了 已經到夜晚了 準備上車了 排隊了很多人 我5號車 上車有點混亂了 好了 出發了 每個人都舉起相機來拍照 在這個樂日飛車 大概是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很大風 我跟大家說 如果是這段時間去夜晚 真的吹大風到怎樣 大風到吹到我頭都痛了 但是都很爽的 很過癮的 這輛車其實就是一輛觀光車 即是叫樂日飛車 它的好處就是節省時間 免得我們用11號巴士 逐個景點走 它就會在城市裏 一些比較著名的景點 例如雙子塔 它都會游泳整個圈兜了 大概是個零兩個小時 我覺得適合成年人多些 如果小朋友錯過幾兩個小時 我會覺得很悶 怎麼說呢 即是當你第一次搭足這個城市 坐著飛車去遊車河的話 即是那個景物在你眼裡 一幕一幕的閃過 當下那個是很有一種電影感覺 這個感覺我很喜歡 因為都很爽的 很漂亮 這個雙子塔 在現場看真的特別漂亮 都有一些震撼感 你別說真的漂亮 拍照更漂亮 拍照更漂亮 然後到了站後 我覺得還未夠好 我自己再去雙子塔 再去拍照 拍了很多照 好了 現在已經差不多 走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兜了 應該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兜到終點 即是去市中心 然後我自己下車 再去雙子塔 再拍一會兒 然後吃榴槤